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下计算都会以每次只翻译片来计算 先来看看可以免费获得几个榴弹情报核心 情报网络可以获得57个 谍报机构可以获得10个 每日迁到可以获得35个 免费的总共可以获得102个榴弹情报核心 每一轮拼图需要16个 所以无刻至少可以完成6轮拼图 如果中间有暴击可以完成7轮 来给各位简单计算一下怎么课金 如果目标是放在第8轮拿到0的话 完成8轮需要128个 免费只有102个 所以缺了26个 首先是每日33礼包每天有2个 一次买7天的33礼包只要190元 买2轮就可以拿到28个 所以只要花380元就可以拿到第8轮的0 如果目标是放在第9轮拿到飞野圆爱的话 完成9轮需要144个 免费只有102个 所以缺了42个 除了前面2轮每次33礼包380元 42-28还有14个 建议可以买330元的资讯扩张礼包拿8个 再买2包170元每日精选礼包拿6个 这样总共花1050元就可以拿到第9轮的飞野圆爱 再来是如何取得飞野圆爱的限定时装 飞野限定皮肤蓝掉媚兔的领取条件是 飞野圆爱达到粉舞时可以免费领取 那粉舞的闪卡需要10个本体加3个粉衣肥料 手术圣庭会给110片的圆爱碎片 新春漫游时6月22号会给60片碎片 每日千道会给55片碎片 这样可以合成3只飞野圆爱 然后粉衣又可以免费领取30片碎片 这样总共有4只可以上粉2 粉衣礼包跟粉4礼包都是870元 可以各拿到60片碎片跟20颗星星 粉3免费领取30片碎片 粉4免费领取60片碎片 只需要再自己抽到3只飞野圆爱 以及准备好3只粉1肥料就可以上粉5了 那如果你的拼图也拿到圆爱的话 就只需要再抽2只 就可以拿到这次的限定时装 蓝掉魅兔 以上就是黑桃魔术联想拼图的课金指南 以及超佛星的飞野圆爱系列活动 相较于之前需要花钱 讀硬去去抽品牌池 这一次直接免费送你粉3的闪卡 还可以直接买礼包拿角色 不用讀硬去 就至少有粉4的闪卡 那再抽2只呢 就直接上粉5了 算起来真的非常的佛星 下一次我会再来仔细的讲解 手碎圣庭怎么玩 如果以上的内容有帮助到你的话 可以帮我点个赞跟分享影片 想看更多的内容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新影片通知 有什么建议或是疑问 都可以留言给我 我是老宅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掰掰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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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